提到草原,同学们会想到什么呢? 是干旱的非洲大草原景观 与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迁徙 是一望无际的内蒙古大草原 与当地发达的畜牧业 我们可以发现,同样是草原 不同地区的草原,自然景观 分布的动植物也各有不同 而生活在不同草原上的人们的生活 也各有不同 今天就跟着花花老师一起 来了解一下草原人家吧 首先我们来了解 逐水草而居的马赛人的生活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非洲热带草原 在古老的非洲大地上 分布着广袤的热带草原 说到热带草原 同学们能想起热带草原气候的特征吗? 没错,就是全年高温 一年有明显的湿剂和干剂的变化了 每到湿剂 降水分配 植物繁盛 草长得很高 树木种类不多 分布稀疏 因此我们也称为 稀树草原 而每到干剂 降水很少 草木稀疏 草原上一片枯黄 湿剂和干剂时空的年纪变化 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会造成很大影响 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也养成了许多有趣的行为习性 而位于肯尼亚的南部 即坦桑尼亚北部的热带草原 是马赛人的家园 它们以放木为生 每到干剂 马赛人便以家族为单位 带领着牛、羊或骆驼等牲畜 前往其他较为湿润、水草丰美的地方暂住 等到第二年 湿剂来临再返回家园 它们每年大多寻着一定路线迁移 从这两幅气温与降水量分布图 我们可以知道 基塔莱的降水主要集中在4至10月 而多多玛的降水主要集中在11月到次年4月 因此在5至6月的时候 随着多多玛汉剂的来临 马赛人开始向北部的基塔莱迁徙 而10月份 北方旱季来临 南方雨季即将到来 马赛人又开始向南回迁 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在马赛人保护区的四周 当地人们的现代观念 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马赛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 部分马赛人也从游牧改为定居 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但仍保留了一些古老的民风民俗 马赛人可真是一个彪悍的民族呀 马赛人认为牛群是神的赐语 以牛肉牛奶为食 也喝牛血 茅草房是他们的家居住所 他们的村庄用带刺灌木围成一个很大的篱笆 环绕一圈泥屋构成 可防野兽侵犯 在衣着方面 马赛男人大多身着红色披风 他们认为红色可以驱赶野生动物 既能够防身又可以保护牛群 在马赛人的社会里 拥有牛的数量越多的人越富有 社会声望也越高 因此 养育牛群的草原成为马赛人心目中的神灵 他们视草原为家园 自己也是草原的一部分 了解了逐水草而居的马赛人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现代化的牧场 澳大利亚吧 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的大洋洲 由澳大利亚大陆 塔斯马尼亚岛等岛屿组成 面积774.1万平方千米 居世界第六位 不仅如此 它还是大洋洲面积最大的国家 也是世界上唯一独自占有一块大陆的国家 因此也称澳洲 澳大利亚的地形是怎么样的呢 总体而言 澳大利亚的地势比较低平 平均海拔仅300余米 是世界上地势起伏最为和缓的大陆 澳大利亚的西部为高原区 海拔在200至500米之间 西部高原广阔低缓 占了澳大利亚大陆总面积的60% 这片高原沙漠广布 澳大利亚的中部为平原区 面积约占大陆总面积的25% 海拔多在200米以下 其中最低处的北埃尔湖湖面 甚至还低于海平面16米呢 以北埃尔湖为中心 四周是广大的平原 即澳大利亚大盆地 澳大利亚大盆地还有一个别称 那就是大自流盆地 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因为这里的地下水十分丰富 且分不广泛 如果在盆地较为低洼的地方 开凿一口山井 地下水就可自动流出 虽然这里的自流水丰富 但由于是地下水 矿物质含量过高 不宜用作灌溉水源 不过还是可以给牛羊等牲畜引用的 至于澳大利亚东部 则属于山地区 面积约占大陆总面积的15% 大部分海拔在800至1000米之间 由于它是澳大利亚大陆 太平洋水系和印度洋水系的分水岭 所以又被称为大分水岭 澳大利亚最大的河流 莫磊河发源于此 看完澳大利亚的三大地形 再来看看它的气候吧 澳大利亚大部分气候炎热干燥 以热带气候和亚热带气候为主 而东南沿海地区温暖湿润 气候十分宜人 我们仔细看一下澳大利亚的气候分布图 有没有发现什么 是的 澳大利亚气候的分布是成半环状的 十分有趣 澳大利亚年降水量的地区分布 呈向西开口的半环状形式 近三分之二的土地属于干旱地 草原平坦辽阔 没有猛兽 因此适宜大面积发展畜牧业 澳大利亚的这些自然条件 适于大面积发展畜牧业 澳大利亚又被称为 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澳大利亚的绵羊 约有四分之三为美丽奴羊 那澳大利亚的畜牧业 又是怎么分布的呢 其实澳大利亚的牧业集中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草原上 牧场规模很大 一般可以达到几千公顷 有的农场在放牧羊群的同时 也种植小麦和牧草 这种混合农业有其独特的优点 同学们看这个图 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典型的农场分布图 同学们是不是很好奇 为什么这个农场还有一个休耕地的存在呢 这里花花老师就不得不称赞一下澳大利亚农民们的智慧了 我们可以发现 休耕地、小麦地和放牧地是交叉隔开的 春季的时候 农民在小麦地种植小麦 羊群则在牧场上放牧 放着不管 让羊自己吃草 而休耕地则空着 让土壤恢复肥力和长草 小麦播种完之后 又到了绵羊配种与剪羊毛的时节 小麦地则放着不管 让小麦生长 剪完羊毛之后 又到了小麦收割的季节 农民就收割小麦 并把羊群擀到收割后的麦田里吃草 羊分还能帮助土壤恢复肥力 而来年 原来的小麦地就变成了休耕地 放着恢复土壤肥力、长草 原来的休耕地变成放牧地 用来放牧 原来的放牧地变成小麦地 用来种植小麦 澳大利亚畜牧业的迅速发展 也有赖于先进的科技 与现代化的农业机械 如今 牧民在放牧、打草、投料、剪毛、挤奶、屠宰等环节上 都使用了现代化的机械 澳大利亚政府十分重视畜牧业的研究与技术的应用 在全国设有许多专门从事畜牧业研究的科研机构 许多大学中也有专门的畜牧业研究机构 西澳大利亚大学还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全自动的剪羊毛机器人 草原人家我们就了解到这里了 同学们记住了多少 快来跟着花花老师做道题 回问一下吧 下列有关马赛人和澳大利亚的叙述错误的是 A.五至六月的时候 马赛人开始向多多马迁徙 B.马赛人以牛肉牛奶为食 C.澳大利亚又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D.澳大利亚的牧业集中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草原上 解西 在五至六月的时候 随着多多马汉迹的来临 马赛人开始向北部的基塔来迁徙 A.错误 马赛人认为牛群是神的赐语 以牛肉牛奶为食 B.正确 澳大利亚又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羊比人多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C.正确 澳大利亚的牧业集中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草原上 牧场规模很大 一般可以达到几千公顷 B.正确 因此答案选A 接下来跟着花花老师一起通过思维导图 复习一下这节课的内容吧 首先我们了解了逐水草而居的马赛人的生活 在古老的非洲大地上分布着广袤的热带草原 在热带草原上一年有明显的湿气和干气的变化 位于肯尼亚的南部及坦桑尼亚北部的热带草原 是马赛人的家园 他们以放牧为生 在五至六月的时候 随着多多马汉迹的来临 马赛人开始向北部的基塔来迁徙 而十月份 北方旱季来临 南方雨季即将到来 马赛人又开始向南回迁 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马赛人认为 牛群是神的赐语 以牛肉牛奶为食 也喝牛血 茅草房是他们的家居住所 在衣着方面 马赛男人大多身着红色披风 他们认为红色可以驱赶野生动物 既能够防身 又可以保护牛群 在马赛人的社会里 拥有牛的数量越多的人越富有 社会声望也越高 接着我们了解了现代化的牧场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的大洋洲 是世界上唯一独自占有一块大陆的国家 总体而言 澳大利亚的地势比较低平 西部为高原区 中部为平原区 东部则属于山地区 澳大利亚大部分气候炎热干燥 以热带气候和亚热带气候为主 东南沿海地区温暖湿润 气候十分宜人 澳大利亚草原平坦辽阔 没有猛兽 适宜大面积发展畜牧业 澳大利亚又被称为 骑在阳背上的国家 澳大利亚的牧业 集中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草原上 牧场规模很大 一般可以达到几千公顷 澳大利亚畜牧业的迅速发展 除了得益于有利的自然条件外 还离不开先进的科技与现代化的农业机械 如今 牧民在放牧 打草 投料 剪毛 挤奶 屠宰等环节上 都使用了现代化的机械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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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